坐满漂亮女性的餐厅 你要谨慎啊 外出旅游出差 不要去当地最有名的饭店 吃烧烤 吃地摊 最好你选择街道两边把头的 或者最中间的店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机骨铭筋 我们讲了一期如何点菜 今天咱们来讲一下如何选择饭店 饭店它属于服务业 咱们就先讲一下 服务营销的干货 究竟什么是服务质量 服务质量呢 包含三个维度 一结果质量 二环境质量 三交互质量 具体到吃饭这件事 结果质量它好不好 就是我们要在合理平均的价格区间内 你能不能吃饱吃好 环境质量好 它包括从停车场 大堂包间 洗手间 吧台乃至后厨 都干净整洁 舒适宜人 你的动线设计要很合理 空调 桌椅 餐具等必需品 要到位 各种电器呢 运转量好 我们见到过很多饭店 把空调的这个出风口啊 用胶带固定住 或者呢 拿走这个遥控器 这都属于环境质量 不够好 交互质量是指服务人员与顾客之间的沟通质量 最好是亲切友好 响应迅速 礼貌周到 让顾客有安全感和信赖的 这三个方面 如果有一个不到位 就是服务失败 普及了这个小知识 我们就可以依据这个标准来评价饭店的服务水准了 开始我们的正题吧 请客吃饭 挑选饭店 要掌握以下十个原则 第一 首先要确定宴请的性质 是家宴 有宴 还是商宴 如果是家宴的话 那就是吃的里子 我们吃的是性价比 选饭店呢 要把饭菜质量放在第一位 装修和服务呢 可以不大计较 就是苍蝇馆子啊 也无所谓 如果是商宴 那就吃的是面子 是仪式感和尊重感 饭店呢 它是一个社交道具 所选饭店的大堂 最好要富丽堂皇 服务人员呢 要青春靓丽 兵兵有礼 饭店的位置最好是在黄金地带 最最重要的 这个饭店要有特色菜和招牌菜 要有文化性和话题性 如果是友宴 那就是里子和面子兼顾了 饭店的层次与朋友的亲书 呈反比 关系越好 环境越随意 反之你要越讲究 二 喧嚣排队的 不要去 门可罗雀的 不要去 有一次啊 我去成都出差 当地的朋友呢 就请我吃 著名的这个网红店 招牌菜 是爬尼丘 我们预定的时间是晚上七点整到 但是由于当时路上堵车 晚到了半个小时左右 店员告诉我们 房间呢 已经被占用 要重新排队 我当时呢 就想换一家 可是当地这个朋友坚持说 这个店的菜啊 口感非常棒 那就刻随主电了 我们就做了小板凳 在门口等了一个小时 再次进入的时候 包间已经没了 我们就在大厅里面用餐 当时里面 人生兵费 但是啊 咱们实话实说 这个店的饭菜味道确实很好 可是用餐时间呢 已经过了 我们的食欲就一般般了 而且大家把酒言欢这个氛围 已经没有了 因为实在是太乱了 中国人吃饭呢 即便是家宴 说与吃都是一样重要的 既然大家约饭 肯定是为了交流 不然不如各自猫家里边点点外卖 所以以后我们请客一定要记住 过分热闹的店不合适 因为它有这样几个风险 第一个风险 顾客太多 人际空间狭小 有各种潜在摩擦的可能性 第二 服务人员呢 过分繁忙 他不会很好响应你的需求 第三 吃着等 等着吃 这个可能性太大了 你进餐的体验性一点都不好 第四 停车场啊 洗手间啊 吧台啊 等等这些公共设施 公共区域都满满当当的 都是人 很不方便 那为何 太冷清的 也不要去呢 这个就很简单了 人少 说明饭菜的质量不好 而且它食材的新鲜度 是很值得怀疑的 如果不是提前了解了这个饭店 而是随机去选 我的原则是什么 一般会选择上课率 在六七成左右的 这是一个对环境质量 和结果质量 能够达到均衡的选择策略 三 外出旅游出差 不要去当地最有名的饭店 到北京 你要避开去某某德吃烤鸭 到郑州 可以避开会面的一线品牌 到开封 也不必去吃某某楼的灌汤包子 这种名扬全国的饭店 都有着极高的价格 你吃的呀 其实都是房租地租 他们还有极其自负的服务标准 和盛名之下其实难复的饭菜口感 原因是什么 去的一次性食客太多了 因为他不愁客源 而且这些都是各地的游客 那么这些大店 对于顾客的态度 难免就少了很多客气 这个就触碰到了一个管理学的概念 一次博弈和重复博弈 那些没有历史品牌加持的饭店 没有这么多朝圣的食客 靠回头客 这个饭店与食客之间呢 就是一个重复博弈的模型 你一次做的保持 或者服务态度差 那周边的食客就会用脚投票 没有回头客就没有生意了 而车站 机场 旅游景区等流动客源 很多的地方 它属于一次性博弈 一锤子买卖 所以店家对顾客的体验照顾就很少 根据我的经验 任何一个地方的名吃 一定有一个一二三名的结构布局 比如说开封的灌汤小笼包 不说排名第二的皇家老店 很多稍微上点档次的饭店 都在做包子 而且呢 价格亲民 口感极价 不亚于那个名气最大 四 我们可以在五星级饭店吃早餐 不要吃正餐 大学校园 医院外的饭馆 都能吃饱 但很难吃好 居民住宅小区外的饭店 是可以放心选择的 五星级饭店 它服务于高端人士 早餐呢 都丰富可口 但如果在店里吃正餐 那你最好提前整包泡面 商务招待的正餐呢 都是道具 量小 味道差 这个地方呢 不是让你吃饭的 而是谈事情的 大家呢 都是浅尝 折止 饭店人员也知道 所以 你不要指望五星级的正餐 很好吃 但是商务宴请是可以的 校园 医院外的饭店 服务对象 是学生和 陪护人员 一般呢 都很实惠 但口感呢 肯定是差点意思 居民小区外的饭店 面对的都是 五公里以内的熟客 属于重复博弈的模型 所以 口味啊 定价和服务都不错 五 坐满漂亮女性的餐厅 你要谨慎啊 这是一个区域的时尚 地标 这是餐厅定位的问题 大量年轻美丽的女性出没 本身呢 就属于一个社交场所 它不适合家宴和商宴 但它适合友宴 六 如果是你一个人出差 去吃工作餐 最好的选择是某某牢和某某鸡 你对当地的餐饮生态根本不了解 为了安全起见 那某某牢和某某鸡在全国乃至全球 你的预期与体验都基本一致 可能很多朋友会争论说 这个快餐它没有营养啊 这个咱们先不争论啊 它最起码卫生是有保证的 而且呢 口感好 上饭速度快 对于填饱肚子来说是最优选择 七 如果有两家火锅店 客单价和口肥差不多 我们如何选择 我们要考虑火锅店的定价策略 A店 它的锅底呢 价格不菲 但赠送酒水 B店呢 锅底是免费的 但酒水很贵 A与B走的就是两种定价策略 经济学当中有一个概念 叫做交叉补贴 商家呢 会卖两种商品 X呢 是更赚钱的 而Y呢 是优惠甚至亏本的 Y存在的意义就是 吸引顾客前来购买X 用互联网的话来说 Y是带流量的 X是创收赚钱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赚钱的在补贴 不赚钱的 咱们来举一个例子 麦当劳的可乐是在补贴汉堡 星巴克的甜点是在补贴咖啡 电影院的爆米花是在补贴电影票 火车上售卖的一切商品都是在补贴客运 现在我们就清楚了 两家火锅店 A呢 是用肉类来补贴酒水 B呢 是用酒水来补贴肉类 你如果想大喝一顿 那当然要选择酒水被补贴的A店 你如果想大吃一顿 那当然要选择肉类被补贴的B店 然后呢 自带酒水就可以了 八 快餐正餐化 正餐快餐化 这是一个大趋势 如果你走进了一家饭店 看见门口啊 放着几口大锅 都是做好的热气腾腾的热菜 你不要犹豫 立刻点 这是味道与价格都很合适的引流菜品 正餐的快餐化呢 是为了降低等餐时间 提高它的翻台率 所以店家推出的这种成品热菜 一般啊 它质量都差不到哪去 九 少昏多醋 遇事不怒 饭后摆布 没事柔肚 吃烧烤 吃地摊 你最好选择 接到两边把头的 和最中间的那些店面 因为什么 这样的老板 他能力强啊 万一有点啥意外的情况 他能够照得住你 很多人啊 是一肚子邪火 我们在外边吃烧烤 喝大酒 最重要的是要制怒 控制住自己的脾气 十 无论到什么样的饭店去吃饭 一定要善待服务员 原因 你懂的